不管你平时听不听古演员,你肯定听过这一首 这个呢就是来自于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族曲里面的第一首 大家听着很熟悉就是因为在很多的场合 包括很多的影视剧里头都有它的身影 巴赫的这首曲子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首曲子非常好的体现了巴赫音乐的特性 我一直以来呢都愿意把巴赫的音乐形容成 你可以透过它的音乐看到整个宇宙 就是它既有很严谨很精密的这样的结构性 就是很理性里面 但是呢又不乏很饱满和丰富的情感 所以呢就像我们看到整个宇宙一样完整 这个也是因为跟它的背景很有关系 巴赫其实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 你看它的这个很多的作品底下的落款啊 它都会写For the glory of God 当然不是英文啊 它是德国人 但是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 为了什么上帝的荣光 那这个无伴奏大提琴族曲呢 首先说一下这个无伴奏是什么意思 这个无伴奏不是指一个曲式或者什么的 它就是一种强调一种说明 因为呢像这种大提琴啊小提琴啊 这种旋律乐器 不像钢琴那种和声乐器 它一般演奏的情况下呢 都需要一个钢琴在旁边伴奏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特别强调和说明一下 这个呢就专门只是给大提琴的啊 不需要伴奏 是这么个道理 说到这个大提琴族曲 除了啊听众朋友们很熟悉之外 那当然每一个大提琴家基本上都得拉 这套族曲呢相当于是大提琴家的这个试金石 不管是技术层面 还是说它的这个音乐素养层面 那这技术层面为什么会有一定的难度 这么着你们就好理解了 就是你们看啊 这个乐器它分大小 你看那个小提琴它长得是最小 这个大提琴呢 这个个儿头一比呢 它就大了很多 那个bass就更大了 小呢 它一般情况下就代表着灵巧灵活 这个大呢 就很容易变得笨重 你看小提琴 您这个弓搭在每根弦的时候 您要换弦的时候 你这个幅度是不是就会小很多 这个大提琴 你这个幅度是不是就得大很多 所以在演奏起来 音乐的时候呢 就不那么的容易 就这么的道理 所以呢 这套族曲里头 包括这一首曲子 就是我们熟悉的这第一首 Prelude前奏曲 里头呢 就有一段 就是典型的 在不同的弦之间转换 我们刚才提到了 巴赫的音乐 是不是特别像整个的宇宙 这一段呢 我就会形容成是 宇宙的脉冲 就是不断的堆积 不断的堆积 不断的堆积 你仿佛就能看到整个宇宙 有很多的星辰 那就是这种感觉 那这个地方 我们说这种不断的幻显 实际上呢 它是大提琴上的一个演奏技法 这个演奏技法呢 叫做Bark You Lush 你听我这发音 它是个法语 那这个在音乐上 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这就会造成一种 给你一种错觉 给你一种混乱的感觉 然后这种情绪 不断的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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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就像那个宇宙的脉冲一样 就这样的一种感觉 能够表达好 并不容易 所以一直以来呢 这首曲子很有名 我也跟很多人一样 不断的在听这首曲子 不同的版本 不同人的演绎 但是我一直以来呢 都没有觉得 能够听到 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 大提琴演奏的版本 其实啊 有一些学者研究说啊 巴赫当时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呢 心里想的其实不是大提琴 是一个叫做 监视舞提琴 这样的一个乐器 你看是不是考在肩上 这个个头呢 比中提琴要大 但是呢 比大提琴要小 你看 这个人用监视舞提琴 演奏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会觉得说 哎 灵巧很 你看他换弦的时候 包括拉这个旋律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 就可以连弯很多 所以这个乐器啊 本身它确实 会给人的演奏 带来很大的影响 那除了这个监视舞提琴之外 那还有一个乐器啊 其实和监视舞提琴 属于一个时代的 就是巴赫活着的时候 他那个时代的键盘乐器 不是现在咱们这个钢琴 叫做大剑琴 我们来听一下啊 用大剑琴这个乐器 来表达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不是也很有巴洛克时候 这个风情 这个相较于大提琴来讲 它就可以连贯很多 它可以轻巧很多 因为你看手指的 这个幅度的运动和这个 那当然这个更灵活 这个更轻松 那除了巴洛克时期的乐器之外 我们现在人 有很多很多的乐器 那其他的乐器来演奏 会是什么感觉 我正巧呢 前半时间听到 也是我们之前啊 给大家安利过的 宝藏琵琶演奏家 吴满老师 我们来感受一下 我们来感受一下 这么一听还觉得 哎 这首来自于西方的 那么久之前的一首古典乐 居然在咱们这个民族乐器 琵琶上听的 哎呦 这么好呢 我看底下有的评论还在讲呢 说吴满老师演奏这个 感觉声音清脆了很多 感觉特别好听 你看啊 这个琵琶因为它是弹波乐器 所以呢 这个音色啊 和这个特质 我觉得在表达这首曲子的时候 就很合适 因为这个琵琶就会显得特别的灵动 我们知道这个琵琶 它也有这种融险 就一下那个韵味就出来了 包括到后头 我们说这个宇宙脉冲的时候 你们不觉得拿琵琶弹的时候 有一种错觉 我觉得是可能 这个好像用十面埋伏 反正就是 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民乐的那种演奏技法 那种情绪的堆积 我觉得哎呀 我真的 这个仿佛就是 无障碍的在对话呀 那除了这个琵琶之外 我又发现 还有其他的民乐 也演奏过这首曲子 比如说古琴 我们也可以来听一下 我觉得可能古琴和琵琶 因为它们都是民乐 包括它们的这个演奏技法 都很相似 所以我觉得带给大家的感觉 感受也很类似 而且尤其用咱们这个民族乐器 尤其是古琴 古琴大家一般意识中 都觉得是很有韵味的 是吧 有很多的空间感 所以我觉得 又给了巴赫 更不一样的一种色彩和感觉 当然同时 把它的这种精密性 严谨性 以及这种丰富的情感 都结合得很好 那这样一来 就解锁了更多的乐器 那除了这个民乐 其实西方的乐器 还有很多的乐器 也在演奏这首曲子 我们可以先来感受一下 一个是巴苏 还有一个是首风琴 演奏的这首曲子 是不是觉得也很好听 总体来讲呢 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 在大提琴上那种 很难听到的那种流畅性和轻巧 用这样的乐器 就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 当然这个吹管乐器 有一个限制 就是它得换气 所以你在里头经常能听到 这个人需要有个气口 然后换气 就会有个停顿的地方 那最后呢 我又发现了一个版本 也是因为这个乐器的 这个音色和这个特性 所以让这个版本 特别的不明亮 也是最让我惊喜的一个版本 就是长号 好 我们来听一下 我一下感觉听到了 一种既纯真又明亮的 一种很明媚的一种感觉 就是感觉这个空气都变成了玫瑰色 但是又很纯真 又很天真 然后就让你的心情 一下就轻松会晕亮了起来 长号和小号我们都知道 就会有那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就是那样的一种感觉 让你觉得特别的同真和同趣 所以啊 你看我们今天听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你说谁能想到说巴赫 以前一说巴赫 你知道很多人都跟我说巴赫 特别无聊 特别无趣 从来不听 你都没有想象我巴赫可以变得这么的天真无限 很有意思吗 那这一切呢 都得得益于我们现在的音乐家 很多的敢于去诚实 和不断的去突破的探索 这也让我们再次的能够感受到 就是那句话叫做什么 We're much more similar and different than we think 就是我们比我们想象中要相似的态度 所以今天在此用巴赫的这一首 大家很熟悉的曲子 来感受一下音乐可以带给我们的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